裝懂的人是以你的時間、金錢作為犧牲 並確保自己在能有所獲益或不虧損的前提下 讓你誤以為把問題交在他的手裡 就能妥善地被處理 重點是他還能藉由你的失敗 驗證自己所認為的商業模式 而奇妙而是 學習的是他 但繳學費的卻是你 我記得朋友跟我說過一句話 放屁的人不可恥 可恥的是不承認 這是有一次我小時候在搭公車的時候 聞到旁邊有人放屁 然後我朋友在當時脫口而出的一句話 當時這個朋友當然只是以一個 調侃、開玩笑的口吻講出來 不過這句話就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當中 因為我覺得很有道理 這段話當然不單單只是套用在 放屁這件事情上面 他的底層邏輯是在講說 一個人如果做錯事的話不要緊 但如果他明明做錯事了 還打從心底覺得自己是對的 又或者明明做錯事了 但還不願意承認 那麼套用在職場上的話 就可能會帶來很可怕的危機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 你可以一無所知 但不要裝作自己無所不知 簡單講就是不要裝懂 因為裝懂比起不懂來的恐怖太多了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我舉個例子 我之前有一次在講課的休息時間 然後突然接到一通來自一個 好幾年沒有聯絡的國中同學的電話 他跟我說他最近在做一個品牌 但是他覺得負責做行銷的這個人 好像哪裡怪怪的 因為每次問他說接下來應該要怎麼賣產品 那個行銷人員都會說不要急 我們做的是口陪式行銷 所以要他再等等還是怎麼的 但假設你是老闆 你的公司搞了一年 卻只有10張訂單 而且10張訂單還是從朋友認識的那邊來的 那麼你不會急死嗎? 因為我那個朋友知道我有在企業做行銷顧問 所以他就請我去幫他看一下 是不是哪邊出了問題 畢竟他自己也不是行銷專業出身的 所以別人縮一他也只能照做 否則還會被人家扣上不尊重專業的帽子 去他們公司幫他們檢查一遍之前寫過的文章 做過的影片 然後看了一下他們接下來可能要執行的計畫 我在他們公司待了一個小時 從頭罵到尾 因為身為朋友 我覺得他請來的這個人有點太亂來了 因為我估計他再這樣搞下去的話 可能明年也只會有10張訂單而已 當然今天要跟大家談的主題 不是如何在企業幫人做行銷 所以到底實際上出現什麼問題 我這邊就不一一罪數了 而是假設你遇到一個專家 你因為信任他 所以把大量的工作、任務授權給他完成 結果最後全果出來超級糟糕 你才發現他其實什麼都不懂 只是當初裝得好像很懂 那麼你的任務除了沒有辦法完成以外 你還浪費了等待的時間 還有這段時間內所產生的固定成本 假設這個工作又是一個有期限的提案 你沒有辦法再另外挪出時間來惡補的話 那麼你就是陪了夫人又折兵了 我朋友之所以當初會找這個人來負責幫忙做行銷 據我朋友轉述啦 他說這個人一直強調自己是讀台大的 然後有修相關的科系 然後提了幾個在我看來可能重聽不重用的理論 那因為我朋友自己本身對這個領域其實一無所知 於是就被他說服了 然後整整被浪費一年的歲月 這就是我為什麼說裝懂比不懂來得更可怕的原因了 因為裝懂的人是以你的時間金錢作為犧牲 並確保自己在能有所獲益或不虧損的前提下 以片面之詞說服你信任他 讓你誤以為把問題交在他的手裡 就能脫散的被處理 但事實上卻是無法解決 重點是他還能夠藉由你的失敗 驗證自己所認為的商業模式 在職場上實際可不可惜 而奇妙而是 學習的是他 但繳學費的卻是你 那你說這種人該不該死 而現在你應該意識到假設你遇到一個裝懂的人 可能會產生多大的危機了 那麼你作為一個老闆 主管或是一個團體當中的領導者 要如何確認在你面前這個看似專業的人 是不是真的懂還是假會 我當初在某知名系列當顧問的時候 有一次負責面試一群未來 可能會跟我執行同一個專案的行進人員 在面試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靜靜的坐著在那邊聽他們裝逼 聽他們威威道來 講自己的豐工偉業或是自己優惠什麼技能 但聽他們長串論述之後 我只會 冷靜的問他一句話 就是你剛才講了這麼多 那請問一下你的作品在哪裡 如果他沒有辦法用實際的作品來證明自己真的有那個實力的話 那麼對我來講就是浪費時間 因為太多人拿虎爛來當作他唯一的作品了 如果你常常畫Instagram 你最近可能會看到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喜歡在自己的自我介紹打上自己是CEO或是什麼電商平台的老闆或主管 但你去看他的限時動態或是發文大多都是廢文 也拿不出半點作品 你大概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沒有遇過裝懂的人 然後有被拖累的經驗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我來看你們